沈天子造谣 取得了很满意的效果 进军的大营里边 南方兵跟北方兵 由互相敌视 到吵架动手 和这乱无劲 沈天子连忙派人去请王振鄂 咱们得到傅大人的营中 商量商量 这老这么样 这仗可没法打 傅大人叫那傅红支啊 王振鄂一点戒备之心都没有 像他呀沈天子 傅红支 这都是刘豫的亲信 是得商量商量 三个人拿个主意 老这么窝里斗 那战斗力就更削弱了 结果来他大营一看呢 没见到傅红支 哎 倒是一世这主人怎么露面 再一瞅 沈天子出来了 王将军 哎呀 让您辛苦一趟 小弟比你早来一步 来来来 沈天子出门相迎 一脸笑容 太亲热了 让人一看 这哥俩好家伙 拉着手 沈天子 还拽着王振鄂这胳膊 拉着手 就差搭着尖了 到里边走吧 王振鄂也想 可能是傅红支 没出来接我 都这么熟 让沈天子接我一趟 这也行 他不知事迹 跟沈天子走进营帐 他刚要问话 那傅大人在哪儿啊 没等张嘴呢 沈天子安排好的那杀手 有的那木帘后边就蹦出来 当面呢 就冲着王振鄂 那刀是高高举起 咔 一刀啊 把大将王振鄂的脑袋 就给砍下来了 噗 你想 这沈天子拽着 这王振鄂胳膊胳呢 大概是怕他还手是怎么着 这血 崩了沈天子一身呢 把沈天子给乐得 磕巴的杀了 一伸手 把王振鄂那脑袋滴了出来 转身出了大营 把士兵集合起来 当众宣布 尊刘太尉密令 刘太尉就刘豫啊 诛杀谋反主将 王振鄂 你们都看见了吗 这就是谋反的结果 这就够缺德的了 这绝对是魅心话 更为过分的 是这沈天子杀人的有瘾呢 杀一王振鄂不行 还得把王振鄂营中的 堂兄弟七个 一个没留 全都给杀了 那那傅公知傅大人呢 傅公知虽然早就向刘豫进言 上次他跟沈天子一块 说人王振鄂坏话 说王振鄂不可信 可是他也没有动力杀心呢 今儿说在他的大营相见 沈天子只通知王振鄂 傅公知不知道 是沈天子在这埋伏下人 等着王振鄂 就为借他这块地 你要在自己营中 把王振鄂杀了 这好像显得 有点私心太重一样 其实这场仇杀 这可不就是因为私心造成的吗 赶等傅公知回大营 他听人报信了 王振鄂造反了 他很惊讶 骑快马回来 哎哟 感情已经杀完了 他知道这里边有毛病 连夜出的军营 回长安城 向刘亦珍去报告 这事情发生的有点太突然了 刘亦珍跟他的幕僚长 叫那王修王大人 吓得啊了这么一声 王振鄂饿死了 造反了吗 这会儿有几个人 顶盔挂甲 拿着保鲜 就在这城门这看着 为什么 这是受着刘亦珍跟王修的指派 你们赶快看看城门外边 有没有异样的动静 万一真有造反的杀回来 咱们可没提防啊 很快就看见 沈天子带着几十个随从 骑着马 由远而近 马脖子旁边挂着大将王振鄂 还有他那七个堂兄弟那脑袋 不狠啊 一边打马扬鞭 他一边喊 王振鄂烦了 已被我诛杀 沈天子向城头喊话 一脸得意之色 好像拿这件事 还得给自己那功劳铺上 补这么两笔 沈天子的如意算盘 早就打好了 反正你刘继奴对这王振鄂 也不是很放心 大敌当前我就愣说他谋反 谁跟我对证 他本人死了 死人口里无招对 我一来能泄了私奋 二来 合兵一处 我的实力更大了 好好打这一仗 唯一要打赢了呢 你更得倚重我 即便刘继奴发现这里边有文章 你又能奈我何呀 沈天子是这么想的 长安城里的王羞众人呢 他们一看 这沈天子没带多少人呢 不是带千军万马 那好吧 让他进来吧 打开城门 放沈天子进来 这沈天子进的长安城刚一下马 王羞命令 来啊 把他给我 帮他 城里边绑这几十口子的人 那还有呢 咔咔咔 跟捆粽子一样 都捆结实 把他给我 带到近前 王羞很生气 太尉临走的时候怎么交代呢 咱们 会一块什么时候跟那凶农人打仗啊 两员主将都死了 魏吉 一交锋 东晋政府军里边先折了两员大将 这仗能打得好吗 这二位没了 谁打仗啊 傅宏之临危受命啊 他全权代理了 傅宏之这仗打得真不错 在池阳 大败了贺连伯伯的世子 这世子领着骑兵呢 被打败了 落花流水 跟着又攻退了 另一路下军 史书说他斩获慎重 下兵乃退 傅宏之把这一次进攻 给打败了 贺连伯伯带着人走了 这长安城 暂时得到平安啊 刘豫 在建康城 也听得信了 听说王震恶死了 他大吃一惊啊 怎么 我这刚回来 他就会造反吗 刘豫他虽然有小心眼子 但他也不是弱智啊 王震恶旁边这么多人 他会马上仓促就去造反 那不是王震恶所为啊 他也知道这里边肯定有文章 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 人家王震恶了 是不是我早时候跟沈田子说那几句话给惹的祸呀 刘豫连忙上表朝廷啊 追封王震恶为左将军 刘豫建宋之后 被他嗜好为壮猫啊 王震恶怎么起这么一名字呀 说来有原因 王震恶的生日 是五月端午 当时的风俗 认为这一天出生的人 不吉利 王震恶家里人 想把他过去给别人 你别留家里会再把谁放着 不吉利呀 这孩子 这谁呢 正琢磨着呢 王震恶的爷爷王猛 治的这些了 等等 我看看这孩子怎么回事 别过去给别人呢 这是我的孙子 我看此儿非长儿啊 其孟长君 恶月生而向其 此儿亦将心无门呀 战国时代那孟长君 那生日也不怎么样 但是 他在齐国拜相 我看这孩子 将来能壮大咱们家的门庭啊 可是毕竟这生日 他不太好 他的祖父王猛 给他起了名字 亲自给孙子命名为 镇恶 你不这日子有点恶吗 你得把他镇住了 王震恶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十三岁的时候 福建拜王了 关中 尤其是长安 一片大乱 王震恶在这一年 跟着家人避乱 离开长安 曾经记时于 当地人李方的家中 王震恶年少 志向不俗 当时他对李方说 我若遇英明君王 当取万户侯 事成 必厚报于您 这李方啊 能在难中 收留王震恶一家 那可是个老实人 很厚道 随口答言 相公您是王丞相的孙子呀 人才 是千里难寻的 你还怕不富贵吗 等您成功之日 您也甭给我什么金子银子 要说报答 让我当个县令就行 我就想当小官 好好好 王震恶 忙口英允 把李方逗乐了 这孩子 拿我这话 玩笑的当真了 没多久 王震恶跟着他叔父 流浪到了江东 客居在荆州 刘豫是慧眼师英雄 跟王震恶认识 重用王震恶提拔他 王震恶也知恩图报 帮着刘豫打了不少漂亮仗 讨伐刘毅 凭司马修之 他都立了一等战功 特别是这一次打长安城 别人打各路不通畅 唯独王震恶这一路 畅通无阻 创不适之功啊 而且进到长安城之后 抚慰出赋 号令严肃 让百姓 不要混乱 王震恶有功 他俩钱 所以刘豫就不好意思 再追究 而且王震恶这个人 有信用 破洛阳城后 他曾经就去找那位故人 李方 当年不在人家住过吗 特意到人家里去 敲开门 拜见李方的老母 金银说不要 那也得给呀 后赠金银 然后就实现诺言 你不想当县令吗 这样 你就做 免之县县令吧 王震恶当时是大将 他有权 封县令 这个级别的官员 所以 他马上就兑现诺言 这要说也是一个 有信用的大将 可是死得真惨啊 被人当头一刀 毫无提防 一代英才 死得有些冤 王震恶死是多大年纪啊 刚刚四十六 正值圣状之秋啊 翻回头来 再说说长安城里的刘义珍 自打打退匈奴之后 这小孩子 特别自信 你看 吵吵嚷嚷的 说那个匈奴人多横多横 多么强大 强敌不过如此而已啊 放心了 我可以天天玩的 那谁玩啊 有一帮的小人 小人不是小孩 大人糊弄的玩 可都不是什么好人 除了教他游戏玩乐 就是不让他看书 大概怕费眼睛 这刘义珍玩的高兴 就天天给这些人赏赐 你想 这王兄王大人 是在这坐镇长安 他也有一个义务的 看着主人的这二儿子 毕竟年少 督促他学习啊 可这个年龄段 这孩子又贪玩 他惧怕王兄 手下这帮小人 也乐意天天获得赏赐 把这小少爷哄乐了 我们是不缺吃 不缺穿 不缺花小 可这王兄老拦着 天天嘱咐 别这么玩啊 你得多看看书 这些小人就不干了 就没事 在刘义珍耳前啊 多把这王兄的坏话 有时候刘义珍 赏赐过分了 一句话高兴 啪行给一百两银子吧 哪就一百两啊 王兄的一看 不批 王兄有大权 要么就少发一点 你想这一来 更得罪这帮群小了 群小就开始造谣 说王震恶当时 要造反 那真的 他不造反 沈田子能杀他吗 为什么沈田子一进的城中 王兄就把沈田子杀了呢 少主人你想过没有 嘿嘿 这就是王兄也想造反 他杀沈田子 是除去自己的祸患 搬掉 道上的绊脚石啊 真正要造反的 是王兄 刘亦真 他毕竟 十一二岁啊 一次说不信 两次说不信 时间长他当真了 那怎么办呢 王兄除了不就完了 那快 派他来 来议事得了 好 这学坏学挺快 跟沈田子他们都一个招 招王兄进府一室 王兄 哪想得到啊 这位尽心职守的高餐 刚一进屋 咔嚓一刀啊 就被人给劈了 这刘亦真 毕竟是小孩子 实际长安城 真正的指挥者 还得是王兄 你现在把王兄杀了 这长安城怎么办呢 手下这帮小人啊 还给他出馊主意呢 你不得人马 调进长安城 谁还能打得下这城池啊 人在跟前 你心里边不就稳当了吧 当时进军上下 听说王兄也死了 本身那军心就浮动了 刘亦真还真就下令了 把驻守在蒲板 和渭河以北的进军 全调回长安城 归缩于长安城中 这能防守好吗 这样等于告诉敌人 我们害怕了 关中郡县 纷纷投降了下国 赫连伯伯上一次吃了个败仗 这回一听 哦 家里打起来了 早就知道有这一天 来 继续攻打呀 带着人马他要杀出来 先占了咸阳 然后 是扑奔长安 在健康的刘裕 闻听此言大惊 他盲派辅国将军 叫奎恩 你快去长安 把刘亦真给我带回来 好 这刘裕还挺喜欢儿子 尤其这二儿子 不喜欢能留在长安当主帅吗 与此同时 他又派相国又司马 把朱灵石为都督 关中朱军室 代表刘亦真去坐镇长安 去打那匈奴人 就在公元418年年底 这位朱灵石大将军 刚到长安 就发现这长安城 一片混乱 匈奴人来了吗 没来 自己给折腾了 这朱将军纳闷 谁折腾的 就是少主刘亦真呢 刘亦真怎么了 刘亦真自个儿有自个儿的打算 听说自己要调回老家了 那什么时候再来长安 不知道 好些东西我得带着呀 什么东西啊 金银珠宝 美女 您瞧瞧 这是小学五年级的年龄 干的事吗 十一二岁的孩子 去抢这东西 长安城能不乱吗 他带着人马 公开抢劫 这么一来 长安城中的汉人 对东晋的军队 更没有信心了 本来应该是替天行道 你算政府军呢 这倒好 成了穿着官衣的强盗了 老百姓是骂不绝口啊 贺连勃勃听的信 高兴的直拍巴掌 你们折腾的越欢是越好 他派人带三万军队 去追这刘亦真 你想长安我肯定得拿下来 我要把刘亦的儿子再抓过来 嘿嘿 我看你刘亦跟我怎么办 有了人质 我娶江南都方便了 这三半军队 以骑兵为主 追得还真快 眼看进军行动迟缓 当时傅鸿之 在旁边劝这刘亦真 现在死众太多了 你能带着这么些东西 男男女女唠了少少 言外之意 你抢那东西干嘛呀 一日之行 也叫十几里地 万一敌兵追之 何以抵抗啊 我看 不如把那些没用的东西 就扔了吧 轻装减刑 方可免货呀 人家说的在理呀 没等刘亦真开口 他旁边那一帮小小之辈 这那帮小人 一劲晃到他 好像好玩的都在那呢 好虚扔着他 回去没地找了 长安的特产 健康怎么会有啊 带着带着带着 本来都带着大笔财宝 带着大批美女 就回江东 他想过那 富家翁的日子 这一听说让扔了 他们能不着急吗 所以刘亦真 很干脆的告诉傅洪知 不能扔 全得带着 这速度能提得起来吗 没几天 下国的兵马就追到了 傅洪知跟凯恩是硬着头皮 让这小主人先跑 这两员大将 亲自带队断后 你想 这是败归之师 又连着打了这么长时间仗 斗志已经涣散 在败退的过程中被迫迎战 哪能打赢 一战而败 傅洪知 兵败被抓 临死之前 他大骂贺连伯伯 宁死不详 被人给砍了 不光砍了一个傅洪知 所有投降的禁军 好几万人 被这凶残的贺连伯伯 杀了一个一干二净 先前从长安城抢来的 什么叫金银 什么叫美女 全归了人家匈奴人了 您说这刘亦真 一个无知少年 他断送了多少人的性命啊 毕竟他自己年纪小 逃跑好躲藏 目标小啊 有几员大将贴身保护 就这样跑着跑着 愣跑散了 走单了 刘亦真自留一下 坐那草丛里边躲起来 有一位将军叫段红 你想这少主人哪去了 他单人独计 趁着黑夜 一边寻找 一边低声呼唤啊 这是主公的爱子 我们都回去 给人把二儿子丢了 主人还不得跟我们急了 把我们都砍了呀 当时把儿子托付给我们 我们也对不起 太未留意啊 所以他一边喊 他一边放眼四望 刘亦真跟这段红挺熟 听出这声音是自己人来的 林盟 又打草丛中 奔跑出来 我在这儿了 这小败家子这会儿还挺可怜呢 一边说一边哭 段将军 我是刘亦真啊 您自己走吧 两个人一起跑 不方便 现在 您把我的脑袋剁下来 带给我父亲 省得他惦记我的死活 这小孩子说话 这特别打动人 他这一边哭一边说 说得这段红将军 眼泪都掉下来了 哎呀 少主人呐 死生共之 下官 怎忍心 弃主 而逃命啊 我死活也得把你带回去 他把刘亦真 绑在自己后背上 然后策马扬鞭 疯狂逃走啊 赫连伯伯这边 他大获全胜 长安城早取下来了 在长安城 他把好几万进军的人头 堆在一块 驻土而成为金冠 过去人打仗 对于那个俘虏杀完之后 把那尸体人头放一块 作为官瞻 就是这金冠 为这个金冠 特意起了个名字 叫骷髅台 以张自己不适之功 长安城内的老百姓 岂先是愤恨进军无道 自发起义 把那朱灵石 朱将军给赶出去了 心想你不赶我走吗 我也得给你们点颜色 看看呢 扑他放了一把大火 把经营多年的长安城里 华丽的宫殿 给烧了个干干净净 然后带领败兵 奔了铜关 长安城到此 成为匈奴人 赫连伯伯所有 刘豫得知 进军大败之后 当天嘴上就起炮了 上火着急了 儿子也没有下落 长安城也丢了 这还了得 他连忙传令 我要再次 北一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